自己的咖啡自己喝 肯雅咖啡内需兴起 非洲最强的咖啡师 虽然平常不喝咖啡 但冲起咖啡可毫不马虎 咖啡师莎巴亚 拿过两届肯雅冠军 现在瞄准世界咖啡师大赛 肯雅虽然胜场咖啡 但其实是个喝茶的国家 我们是一个茶叶的国家 我们也很喜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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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家里享受咖啡 过去一世纪来 肯雅致力为全世界生产咖啡 咖啡产业之庞大 每年销售额超过两亿美元 这世界奈洛比的咖啡工厂 员工忙着选豆 烘豆并包装 准备送往世界各国 我认为90%的我们的商业 是草咖啡 那是美国 美国 不过近年来 东非逐渐兴起自己的咖啡文化 肯雅首都开了越来越多咖啡店 肯雅人对本国的咖啡非常自豪 我们在意识到 它是咖啡 它不是外面的 它不是外面的 我们也看到 我们也会利用咖啡 沙巴亚准备去爱尔兰 角逐顶尖咖啡师头衔 他希望自己的新发明 一种混合了葡萄汁 柳橙汁和小豆蔻的 意识浓缩咖啡 能获得世界咖啡大师们的青烂 动新闻综合报导